关怀弱势并且落实社会服务 太平区公所在建平国销举办寒假课后照顾活动 有时多位替代一男发挥各自的专场 设计多元课程 不仅带领小朋友们带动场 学习知识 也安排团康活动的各种活动 要让小朋友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寒假 替代一男和太平区长一起和小朋友跳舞 接着开始转圈圈玩起伦敦铁桥 透过不同的团康活动 让小朋友和替代一男迅速熟悉彼此 现场也充满了欢笑声 大概总共17位来我们建平国小 跟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来办这个寒假的客服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参与 跟我们辖区内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也能够大家一起来互相学习 那当然我们替代一男也精心的设计了很多精彩的课程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很高兴 我们又请我们辅导师在规划 跟人文课在接洽 因为区公所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好几年了 他前几年都在其他学校巡回 他把这个替代一的专长提供给各学校 来服务各学校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为了落实服务社会的公益精神 太平区公所利用寒假期间 在建苹果小举办课后照顾活动 十多位的替代一男化身为大哥哥 透过长达半年的准备 这天除了照顾小朋友之外 还把社会自然等学科方面的知识 设计成冰果游戏 让小朋友在玩乐中学习 我们分成红白两对 在那边如果连成一条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一个点 如果有好多点的话 可以去跟大哥哥他们换东西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带小朋友 然后我发现小朋友真的是 非常活泼而且非常可爱 那他们配合都非常高 而且非常聪明 他已经我们很多问题都是 已经达到国中的程度 高中的程度 那他们现在小朋友 就会已经很聪明 可能知识会学比较多 公所表示每年都会请替代 一男到国小代课服务 除了让小朋友在寒假期间 能够持续学习 一男们也可以在教导 小朋友的过程中 学习到如何和小朋友相处 耶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